這真的非常不及格 沒有到80分喔 對 哇 中距離跳投是密克斯的拿手好戲 很及時沒有讓領導員快攻成功 盧俊翔 三分線外 自己急停也回進一顆外線 哇 這個三分相當 然後來去吸引對手的協防 找到一些機會喔 換打用 這一回選擇自己上 兩邊的 給換上來 羅伯欣的操球 揍出了空檔 但是猶豫一下 最後球給Washburn 保險 拿下兩分 Washburn在 周易翔 交給投車的密克斯 在籃底下精采的假動作 拿下兩分 是 你可以看到 國王隊在第一節的比賽 進攻效率非常高 博這邊傳球出現失誤了 關打用扮演衝動比賽 敗進兩分 密克斯保護組 直接掉一個對角 周易翔 外線出手 部長來了 前世上場了17分鐘 也創下本季的新高 Washburn 籃底下精采的腳步 要把安妮葵上課了 對 這個就是一個點喔 在撞在對手身上之後 球差點要掉了 Washburn再把球拿回來一樣打第一位 繞過籃框 拿下分數 他還是受到Washburn的干擾 是 周易翔 外線急停三分 再來一顆 就是要三分啊 掉了 Mix 三步並兩步來到晉區 這個退防的高度真的是落差 這樣的上場時間必須要他來復戰 對 鎮壓 投了一個彩虹球 哇 對 賽型人跟他講 波浪 勉強拿到這一球 暫時 國防隊的關門賠上犯規 還是一個M1 對 而且他在 其實在中距離 在中間位置的兩分球 其實表現得非常好 哇 直接過人了 對 我剛剛就想打悠悠很多球 有很多這種機會喔 他必須要把握啊 關 阿本 哇 這一球滑倒要小心喔 再帶出來 盧俊翔一個轉身 拆炸彈成功 49比44 儀翔在這一個位置相當有自信 哇 周儀翔現在會飛起來了 常常會站的地方 而且在 軟岸教練體系當中 也是常常會利用這個Corner 3 這一次的 發比傳球出現失誤 前面三個打兩個 繞過籃環攻擊的是陳韻瑞 現在的德芬已經突破60大關了 球被點了一下 又是轉換攻擊 交給外圍盧俊翔 三分球進 交通 球被點了一下 又是轉換攻擊 交給外圍盧俊翔 三分球進 速度的差距 55比64 上半場的獨秒階段 盧俊翔 直接過掉第一步開網禁區得分 銀行員快用機會 關打用 交給Washman 擺一個腳步 再拋頭球進 有 工程師回穩之後 比賽就這麼去了 這樣比賽可以做到的就是第三節有超前 吳俊翔 在暫停回來 馬上用一個高難度的拉桿 曼寧高空中拉一桿沒有把球放進 差一個地板 又是轉換攻擊 張鎮亞 Catch and shoot 三分球命中 哇 坎晏 積極的干擾 以翔 在第二拍選擇 投籃 再來一顆三分球 周以翔 這個空間應該 沒有問題喔 哇 不要給 哇 給Washman這樣的空間單打 現在又回到十分領先 周以翔 同手切入底線 這應該是進球了 以翔 切入分球 交給李學霖 單場第四分 周以翔現在 就像紫薇教練說的 你看他 又是一次成功的後門配合 盧俊翔空頭防過來 沒有太好的機會 結果臥虛的把球抄到 這是一個show time 白手倒扣 進區的成功率之後 整個節奏就穩下來了 對 尼特斯 球被點了一下 尼特斯 好 那這樣比賽 應該是要告一段落了 國王隊也放棄進攻 最後的比數是 112比97 銘航員在客場 拿下年後的第一場比賽勝利 也終止自己的二連敗 至於國王隊則是在農曆年 第四分 寶貞 雲 咦 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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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